近期大陸多次派遣科考船跟情报船 很频繁密集的在台湾的东北海域出现 现在已经在东岸来测量水温了 进行先骑海上战场部署规划 但是近几年共军的潜艇 他们的静音技术大有进步 以前被外界嘲笑是水下拖拉机 而且还被美军说 半个太平洋都听得到你的声音 但现在已经跟海洋背景噪音相差无几了 因此很难被反潜设备给锁定 因为现在供舰经常在台湾周边手艺活动 顺便就派这个我们讲的海洋监测船 或者海洋调查船进行水下 这个水下的它变成水下的整个的 包含水纹 地形 还有潮汐洋流 还有它的岩分 岩度 梯度 还有水下 海底的整个地形 它整个都把它描绘出来 这个也是一个水下情报 因为将来潜见的进出 还有水上的作战都要靠这些相关的水下情知 来作为它作战的一个参考的参数 那它要先建立这个资料库 有了资料库之后汇聚出来变成大数据 大数据就变成这样来作战 不管是水上作战或水下作战的参考就出来了 那另外一个就是潜见的技术 潜见的技术本来的时候 中共做的这个潜见的噪音量是蛮大的 它从瑞典引进了stirling的这个 潜见的这个引擎之后 就改进了它整个噪音量 它现在开始自己做潜见的引擎 那是变成绝气系统 就不要靠空气的了 我不要上来拿空气来驱动我的引擎 然后去发电冲入我的电 不用 它自己就有氧气 氧气在那边就做运作 除了给人呼吸之外 它也供这个引擎在运作 运作运作之后发电 发电供潜见 很安静 你绝气经济系统 上039A 039B 039C型 全部是绝气了 那绝气的话它一直在水下 那我在那边研判了 是不是中共的这些科研船 还有这些海洋调查船 在这边活动呢 也搭配了这些中共的潜见 在下面也做活动 所以不是单纯来测水污温 我认为它有双重的意义 但当然你看到了 你是看到了这个海洋调查船在跑 但是水下你没有看到 它水下这边也在那边做进行 在这个地方做活动 然后彼此可以互相搭配 那所以在这个样子的话 它也熟悉了整个北台湾水域的战场经营 它变成一曲两得 水下的活动 水上在做调查 那这样来做 那现在的频率增加了 因为以前的时候可能两岸的关系 中共在这一方面没有像前乡常识的 那么靠近台湾 现在它的海洋调查船 还有海洋监视船 经常在台湾的北部海域做活动 那利用这个时候 刚好也就搭配越来越近 那可能以前 在北台湾这方面的水文方面的 它的资料 它的大数据不够 那现在可能在填补 在补它的大数据 因为海底地形也是会变的 海底地形不是说就一成不变 经过我们知道 经过海泳潮汐 还有洋流这个 海底地形也会变 那它要随时更新这方面的资料 那将来如果是要产生 这个水下作战的时候 它可以一级奏效 因为为什么 它相关的战场经营 已经建议完毕了 大数据有了 资料库有了 很充沛了 通通参数通通加入 变成整个就跟战场的 非常熟悉的状况之下 它可以在这个海战上面 台效用兵 水下作战也可以应付制度 大陆有首骚的汽车船 到了德国去 那德国电视台就说 中国这个市场的领导者 比亚迪 第一艘的汽车货轮 就在这个港口卸下了 3000辆的电动车 到了2026年 大陆会建造200艘 这一类的船舶 让中国汽车 能够涌向全球 这就是征服欧洲市场的宣战 好 另外一个 大家也在观察了指标 就是德国举行的 2024年欧洲足球锦标赛 今年的官方广告的合作伙伴 已经换成比亚迪了 好 再来 韩国媒体2月29号的报道说 他们根据发布资料显示 韩国现在在11个国家重点 科技领域的发展水平 首度被中国追赶 好 这11个领域 包含了建筑交通 灾害安全 航太 航空 海洋 国防 还有机械制造 等等 好 这个部分 还要来看到 罗马尼亚日前 已经正式拒绝华为 来参与5G网路建设了 因此呢 大陆驻这个罗马尼亚的使馆 有说深表遗憾并且严重关切 好 根据估算呢 被排除在罗马尼亚电信市场之外 将会损失27亿欧元 我先回答罗马尼亚啦 因为它刚好在 这个俄乌战争 就乌克兰过来就是罗马尼亚跟波兰 所以可能是受到美国的压力 因为美国跟波兰军事合作 非常的密切 所以我相信美国一定也会 全力介入罗马尼亚啦 我说CIA啦 那CIA最担心的当然就是 华为如果介入之后 它就不能再监听了 所以它刚好就在前线上 那韩国这个事实上 它事实上有很多项目啦 对 我认为那个报告有问题啦 因为那个报告我也看 韩国总分只跟中国大陆差两分 对 所以我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个太夸张了 就是都是八十几分嘛 对不对 那美国跟日本都在前面 对不对 我是 我是认为 这个就看你列出什么项目啦 你觉得应该输更多 因为我也看过 我不知道它是怎么算出来的啦 因为它也没有告诉你 它是怎么算的 因为你如果用那个 专利的登记数 那中国大陆甩 韩国甩很远耶 美国都认为 它在大概好几个领域上面 专利数已经遥遥落后了 所以我 因为它没有秀它的计算方法 所以我这个题目我难以回答啦 那2026所有200艘这个我认为是有点夸张 因为2024中国大陆大概要做24艘汽车的货柜轮 那比亚迪那个比较大型的货柜轮 一艘货柜轮可以在7700辆车 所以你这个3000辆电动车还算是比较小的 它也有7000多辆 那以中国制造货柜轮的速度也没有那么快啊 你怎么可能到2026有200艘呢 这个太夸张了 因为汽车货柜轮 因为目前长期垄断全世界汽车出口的就是 就是日本德国跟韩国嘛 所以你抢不到货运的那个航程啊 都被人家定光了 所以中国大陆火大就自己做 那这个还好中国大陆就是造船业第一名 不然一般国家也搞不来啦 可是中国大陆也要做很多其他的货柜啊 它不可能只做汽车啦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药食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剂节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目 随目